有些非洲人的腳會痛到 不能讓他們走路 有的會爛掉 孩子們勉腆站在台上 為非洲肯亞民眾募集鞋子 看看他們每個人腳下的球鞋 沒有一雙名牌鞋 而且都已經救了 沒想到要為自己買雙新鞋 卻是想到為非洲的民眾 來募集鞋子 這邊跟那邊就很像很遠 就覺得自己人像 不能做到這件事情 可是有很多人的支持 讓我們能做到 就是受到這個年僅5歲 美國小女孩的影響 他為了讓非洲民眾免於瘧擊 發起的木蚊帳活動 其實高雄納馬蝦 位在山區居民靠天吃飯 經濟狀況普遍不好 受到爸爸風在重創 靠著外界還有自己的力量 慢慢站起來 就是這樣被幫助的經驗 讓他們也想回饋這個世界 有那個成就感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 幫助外國的人 幫助別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其實他們在中間有遇到很多的困難 同學們收集著一雙雙的鞋子 這些都得來不易 小心的打包 希望非洲的民眾能感受到台灣的愛心 連當地的居民都被孩子的心打動了 覺得很溫馨啊 人家有愛心 原本只有八名同學投入木蚊活動 沒想到一推行全校師生 一起熱心投入 就希望能夠讓非洲啃壓的民眾 感受到咱們台灣的愛心 記者梁家文SNG小組高雄報導